黎巴嫩电子设备连环报造成数千人死伤之后 以色列再对黎巴嫩展开袭击 导致中东局势急速升温 白宫表明中东地区目前 急需要透过外交手段来缓解局势 白宫新闻发言人皮埃尔星期四表示 联合国在2000年划定的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分界 也就是蓝线的冲突旷日持久 美国对中东紧张局势可能升级 感到害怕和担忧 尽管如此 华盛顿坚持继续展开外交对话 并强调有关冲突有必要尽快获得解决